开始了 我也在那 别弄了 既然这个 我们还是挺实 这个 今天这个 下午会议 就开始 因为这个 主持人张建坦 有点事情 我们今天现在 这个 白相教授 其实我们好几个 你怎么评评都不在 但是我们 今天这个 马力白相教授 您先介绍一下 然后请白相教授 我们不讲话 我来听 那好 那我们就接着上 这个 大家在我们下午 正在讨论什么问题 大家 提问 关于我们在海外 应该继续怎么做 哪些事情要做 我们先继续讨论 一天讨论一般 我请求发言 可以吗 好的 您可以 我来 我来 这个 正好借了个机会 讲起来 昨天 本来 昨天播出 我是希望深会上 张晓冬先生的 国人谈 海外 国内 有多 多个行动的方案 还有宋教授的一些方案 对 我觉得这个实际性的操作 很重要 我一直在操作这方面努力 这一年在研究 一个是研究 国外的非共和民运动 另外一个就是 接受国内的情况 还有分析 像中国的政治制度 我要强调两点 一个我们海外的 虽然我们都 其实也都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也觉得 有应该有一个重点 其实昨天应该是 张晓冬说的 我们的任务是 帮助国内 国内是主义 宋教授也说过 没说过 你没说过 那我就说了 昨天没睡好 前面没睡好 国内的 昨天我们大概 谁提过比较 进行暴力革命 那个现场还没来 我觉得这个 现实性 可能性非常低 一个你现在 军队都是现代化 就是电缩武器 随便 光架的机箱 就把你所有人都少了 也是电缩武器 另外一个就是 共产党 所有资源都用来维稳的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 虚暴力 然后这几年 我研究了包括 JL夏普 然后还有塞尔维亚的 这个名字 我忘了 我对这个 斯拉松名字 那么激动 他也在那个 纽约大学 开了那个 最报的课程 我也把它发到网上去 这个网子 我也发了这个 WhatsApp的群里面 要是CF在那个群里面 可以问一下我 大家可以看 他一共13个 加起来 就是13个小时 因为有的课程 就是45分 有的课程 一个半小时 反正两个小时 所以一共是13个小时 大家可以看看 他们非常 非常一整样化的事情 不是想我们 我们这儿 整个人都 多了 甚至学 他就已经来了 哈哈 做全家吧 然后就是 他 进去的 这个的数据 你比方说 谁在这个 他一共五分 要是针对学生 公众 媒体 还有司法机构 还检查 这些人与 政府的亲密度 还是从一到五 一是离政府最亲的 五是最远的 基本上情况下 一般的正常环境下 军队应该是在正中间 然后这个学生就是天主 就是反对政府 然后这个警察就是 新政府 那普通民众也是 不左或右 但在如果一个 政府啊 在这个民众的 尤其是当时 基本上都从学生开始发展 学生如果没有偏离政府太远 他们是直接不成熟 就最开始的 这个 切入点 还是面对 面对 学生 进行宣传 然后就是 军队 他就是说 你不要去军队 不是个好东西 他其实是天下里 到时候有可能走向 军政府的道路 像现在埃及 所以昨天宋教授说的 我们要宣传上 另一个战斗主席 或者是让警察 警察基本上都是亲政府的 然后有些国家政权 那些政府的独裁者的警察 或者政府官员 公布也非常优秀的报表 暴露带子 他们基本上就会 坚持到独裁政权列王 所以指望也不到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是 商人到时候会 商人他是既在独立王国 他也谁都会 那那那工厂老板 你看说 我发现什么公司的老板 就像是小皇帝 他的下族 最方面就是 比如明星在一个民族国家 以前很不犯明 这个那么 对明星的 实现了 我觉得 但是他们自己的独立王国 除非政府清单的房子里 但是现在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对这个商人也不是 一些事物 当然现在民营中小企业 就知道 拿的打击 也是有利于我们的 我觉得这段 还是在学生和劳工的人 因为劳工在中国是特殊业子 他们根本年轻是从16岁开始 就到了 相当于国外的 大学生群体 而且他们现在没有手机 接着心情 一些独立 我觉得我们可以对他们 进行宣传 我们在国内也一直在做 我们一直在发 那个 劳工法啊 什么 公民 甚至全力公平啊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经常上街坊 现在 没法上街 我在国内 也经常在网上发 我觉得这个事儿 国内也在做这些 比方说他们的资负革命 但是他们其实是 系统性的东西 理解或者是知识 我也 而且这个 中共网络风格也挺严重 你想介绍这些推荒的印度 都是很好的裁则 这个 五月大学 对包括个人 还有接一下 或者是能先包括他的书 嗯 相反的 比如 我们就自己先看看 觉得政策的话 就 谈谈一下 我觉得 独立是 前面说 独立是在国内 然后我们在台湾 一个人做救援 当然国内受到 就是 所以国内受到 环境的压抑 别人在工作的 当然要前面已经 对到国外 这个就是我们 是世界大 官家 哈哈哈 也有资源 也有经验 我准备再把你们 去到你们 待会我 都到这里 我们自己看一些 哈哈哈哈 然后就 我的 这个 进行体制 也有 研究 然后就 我们国内也有 十多年 那些 统计的联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真正基础 可以做在 其中 这种 刚刚就是这个 嗯 真正制度方面 因为很多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 真正制度 或者是 让人体理解 什么的自由 什么的 人体育权 甚至 嗯 如何运行的 民主制度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不然的话 他不知道 我们所宣传的民主 给他带来什么好的 怎样能保障 他的权力 怎样能保障 他的自由的经验 如果让他知道 他能在这个具体的民主制度 确认 自己先生参与 甚至控制 我觉得应该给他 带来更大的希望 也给他这个叫 动力 我会认为 嗯 这个 这个 海外的这些 比较影响力 比较大的 像 蔡英 比较深大的 还有 刚健的 一些 研究一下 把别的都造起来 微信声源 微信声 不知道 相当外 是没有搞成 这些暴力 革命的 而研究一下 分下工 嗯 刚刚我十二个 十二十二十二十 每个的资料 有 建议 大家分下工 各个 不然各个国家 都在 都 所有的事情都在干 就像上 或者 可能事情都在干 人家少 我觉得如果 具体分下工 应该可能豪积 那么 监管是一个大事 那个 大团体 我觉得这个 指望商人 是不肯定的 中国商人 他们说 天生 衣服 是不肯定的 我觉得民众 小了 监管 就是一个 方向 而且要是 意义相关自己 比方 劳工 农民工会 我们很多人 都没有关注 觉得好像 他们也就是事务关 嗯 我觉得这个 应该想办法 给他们 更多的接触 包括 劳务 国外的劳工群体 那个 德国的 工会 其实 依然是强大的 他们 请我介绍了多 中国的 农民工的计划 他们也问我 他说 你 希望我们怎么做 是给政府实际上压力 然后给中国政府实际上压力 或者是我们正面之间 公布 这个 解释 解释 国内的那些 代工厂 我这个 体制可能在别过法 在中国 受代价最大的 随人最大的 是农民工 他们因为本来才 几千块 也就是给我身子 我在底子可能 他们就没法身子 这意味全国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 他们希望 他们能替自己选区的 国会议员 平安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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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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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接着说吧 你接着说吧 好吧 我觉得让他们政府 对中国世界样力更好 而且我觉得特别非常重要 我当年五年前 胡佳 我说我要跟欧盟的官员见面 我说你有什么提议 他现在一个很起作用的建议 当年是很多国家 比方法国 他们单独的对中国世界 结果中国政府 就非常的贸易暴露 胡佳的提议说 宁明以后在欧盟那里 对他们实在压力 要随后他们真的实施了 这几年也很紧迫 我觉得我们宁明里面 反而也比较缺乏 胡佳这样的 比较高武戒林的人 其实一交建议 就产生很深远的效果 因为这个是宁明在交流的步骤 这样宁明以后 领袖人物应该不缺的 像王震涛他们也都是学政治的 王丹呢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 有什么想法 那我平时跟大家交流的 我一直在国内 也是个悠性侠 我一直跟大家 不太很少合作 也不知道什么话 我都对什么人 中国人也很敏感 所以他们经常会 把社会人扯在一起 所以我想 影响力的人 讨论一下 那一个海外的 就是我们 估计希望海外的 编导 希望不到 然后昨天不知道 应该是你提到过 就是那个 各国的政治人物 它首先考虑是自己本国的 写 其实上 首先考虑是自己的选票 你指望他 真正的 中国的民主 这有类似的 当然这有时 有人会和 这是五宝银 其实就是这样 他对很多国家的一些 甘愿 就导致来 那个国家 并不是真正的 就这样的民主 如果那个政府平安心 上面那个政府 他反对美国 美国就要颠覆了 这个到时就弄成问题了 你哪人就陷入灾难 所以这个不太可靠 我就无法想象 默克尔为真正的 说话 就为了中国民主 我不把中国搞成 民主性的效果 不干罢休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像美国 他如果不是 出于自己的政策利 他不会像一个人说 给钱给抢 不可能 他其实给别人 就会产生一些 像中东 或者是远东的一些 阿富汗那些图铺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 双管齐教 就是我们不知道 否则是否则 是否则是否则 他们作用是负面的 当然他们在国际上 和国一国之间的压力 已经是几作用的 但是这种压力 是应该不是来几地 这个时候要看的 CIA 或者对 就是出一些 他们自己本国的目的 而是应该是由他们写明 出于杨线上 他们拥有我们的宣传器了 而是不能在这场发展 我们也给我们的政府 施加压力 当然我们的政府 也如果再提债了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图形 当然如果他们政府 出于自己的利益 给中国做了一些事情 或者实际的压力 跟我们的目的 或者跟我们的期望 是相处的 当然更好 就是我们也是大事盲车 所以我就说 林区赛党就说这么个话 我觉得是如果开废的话 就是一个明确分拥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 就是如何把一些 国际上先进的斗争经验 其实上也不嫌疑 从这个甘地 然后到重来 到现在的东东革命 特曼斯 特曼斯其实也是用的 这个经验效果 以这个几十年的经验 我们应该随便把它 用到国内 嗯 就算了 好 谢谢啊 这个其实他 对 他讲了 这问题 其实我有一种想法 不过呢 这个我现在是 这个 我一直做的主持人 我就站住说 再看大家对这个话题 大家有没有 其他的这个想法 对 这个 对 我想说 没有 没有 我朝着 我现在正在 没关系 你把镜头 我朝着 我现在正在 中国的 中国的 全体都反播 咱们这个大陆 哦 感谢 这不是正常 放在这里 谢谢 谢谢 是不是那 这个要 都在这个 这个群里 以前 歌歌群 对盛曲的 也是张宾啊 等等 也是有很多 不解 然后我通过 这个歌歌群呢 这个 更深刻了解 这样它会产生 有两种效果 包括光队当时9月19号 在那个直播的时候 我们也在群里面转播 当时收看直播的人 达到700多人 就同一时间收看700人 我并不是说的 这里的说光队是什么 我就说这个影响力是巨大的 这个力量很大 今天呢 我刚才知道 刚才那个先生呢 关于说那个 乐青生的一些 我觉得乐青生的比较关注 我觉得他可能是 误解了乐青生的一些话 或者说听过 或者说理解的一样 我上海上总说两句 乐青生所谓的取消 这个非暴力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在一颗数目的调子 借鉴了许多 其他国家的一些经历 暴力威胁 并不能自己删除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 暴力威胁删除了的话 他们这个一党专政 一党专政的政府 他会 他会对你加拿着 似乎鸡蛋的 所以呢 内经生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内经生说 我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们倒是三样怕什么 如果暴力 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呢 呃 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 都是不够分的 因为他们已经对人民开战 已经几十年了 所以我们用一暴之暴 可以不是一个错误 只是我们 如果能用和平的方式 或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何必用暴力呢 但是 如果最后实在不可以的话 暴力 也是一种办法 他是这样说 他并不是说 所在鼓吹报以后 我我对 这些方式这样理解 好 我就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虽然可以了 我就把这个 我之前先交出去 我先讲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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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起 我的那个 玛丽那个 还挺好 白老师 这个 这边是白老师 这个 这么 嗯 嗯 这个白肖老师来了 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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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那个巴黎政治学院的白肖老师 啊 白肖老师 他也是很多年都关注中国作为女国 而且这个VS也不通了很多 好 那个 玛丽你就主持了 然后说白肖老师 不如是 这就受学你 刚才我记得问题 我就让你们 因为刚才 我们的问题都还没 还没问完呢 上午 接着上午 好 接着问 问谁啊 问谁啊 这有提问 开放提问时间 这句 任何 任何问题 好 欢迎有挑战性的问题 哎 上午不是谁有问题吗 我刚才 我上提问的 小刚你有问题吗 没想到 我又不是问题 有问题 我上期的问题 有问题 在什么问题 说得外上 这 不 开始 他在退职,我才是最高的。 你先去接一会儿。 我们俩都不是习惯做一个, 借着天使上午兴许的小关心, 但其他人说小关心, 我有一个想法, 怎么样国际社会, 我们来推动中国的变化, 那现在我们, 这两个新义平台以后, 我有个想法, 现在新义平走的这个方向, 是使中国推向纳粹化, 他现在的现象, 有很多中国发生的现象, 他说国际社会才没有普遍, 意识到, 但是从我们来讲, 越来越接近二十大战前, 纳粹德国的那个现象, 他所谓的中国的复兴, 他跟那个谁的, 纳粹希特勒的德国复兴, 这个口号, 军事要能够打赢, 打胜, 然后要保护政府组合, 他们利益的这方面, 很多现在非常相似, 但是很多的西方国家, 还觉得中国还强, 跟我们要怎么样, 但是他们意识到, 就这个呢, 我觉得我们大家要, 在各地做一些工作, 那么其中有一点, 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就这两天, 昨天那个, 你也提到的一个, 在新疆发生的事情, 新疆维吾尔人, 有十分之一的人, 被关键起, 被关键起这个, 这个所谓, 这个洗脑的班的一个, 那就跟当年, 在纳粹种子的时候的, 这个, 犹太人, 被关键起中营, 这现象是同样同类的, 这个, 虽然他表面说的不同, 是, 是给你, 进行一种什么, 学习, 但实际上, 也可以说是, 一种文化的, 这个种族灭绝啊, 这个genocide, 抗制genocide, 是一种, 这种现象, 所以我觉得呢, 就从这个方面, 而且还有, 包括现在刚刚发生的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事情, 就是默默纬尾, 这个事情, 那么几个事情呢, 可以, 越来越看到中国, 这个, 这个共产党的, 从下来的, 对那个, 整个社会呢, 包括这个, 这个威胁, 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 做一个入手, 所以我想呢, 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个会, 作为一个成果之一, 就是把这一点, 这个, 啊, 让这国际社会, 最终让他们意识到, 这个中共, 继续的统治, 是一种, 纳税化的现象, 对世界的和平, 是个威胁, 包括你今天的, 刚才你是国际比会, 这个和平委员会的副主席, 但是你也可以在国际比会, 从和平这个角度, 就是我们, 不单是什么, 而且我们要预防, 这样一个, 可能发生的, 战争的这种状况, 因为其实, 我在, 澳洲, 参加的一个会议, 包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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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授提到的, 那个, 这个叫做, 这个, 开泰国总监的, 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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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入侵, 他也提到过一次, 我参加他一个会议, 他也提到, 说现在,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可能会, 如果化成战争的话, 会怎么样, 就是他也开始意识到, 那么我们就要, 从这个角度, 向国际社会, 去推动, 就是说我们要, 防止, 或者说, 提前遏制, 这个二次大战的, 三次大战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换成西方社会 我就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去他们从这个角度去推动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思路必须要去控制 你的思路不错 但是你讲的不要乱 就是那个玛丽和白夏老师 他们两位早上不在 不是不是 他们早上不在 我呢讲了中共有可能对美国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让你们两位听一下 我能不能讲一下 我不能再说 谢谢小刚 我今天上我也讲到的这个角度 那个宋老师也讲到 就是呢 一 现在我们特别有这样的一种历史的使命 一定要整个国际社会 当然特别包括中国人 要认识到中共政权的性质 刚才呢 好像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 那么也就是我们基本上在这一点上 至少是可以达成故事的 那么第二呢 就是我们今天对整个局势的一个认知 这个局势是什么 我今天上回讲过 就是呢 事实上 常规的历史性的那种普通的战争 再爆发的机会是很小很小 而且呢 事实上 他们也不需要什么 而是现在有了更多的新的报告 更多的手段 更多的更高级的这些渠道 所以说呢 像那个宋大陆他上午主要是介绍了一个他的这个思路 他认为中共政权现在呢 是极有可能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 进行一场超限的这种 比如说是生物战争 或者是细菌战 或者是药物战等等的这类思路 脑控的 对 他就说他是那种非常规性的这种战争 而我刚才特别强调的是呢 其实这些战争并不是即将发生 是正在进行中 因为他对中国的老百姓 对国际社会所使用的这些手段 基本上来说 我是认为可以规划入这样的一个领域 就是他是一种非常规的特殊形式的 一种战争状态 因为这种状态呢 就是他跟这些他所去打击的对手 完全是一种对立的对峙的 就是较量这样的状态 而且呢 对方几乎比如说 我们拿中国社会来讲 中国老百姓没有任何的能力对抗 没有任何的这种 武器当然是没有 武器 暴力根本就没有 那么呢 资源 这个社会条件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是一场 极其不道德 极其 不对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而他对国际社会事实上呢 也不过是采取的同样性质的 但是不同形式的 因为他对国际社会采取不了那样的做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责任是如何让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这种危险 而且呢又能够知道如何去对应它 我想小刚可能是这个意思 嗯 我不完全 你说我们不能长话什么 很疾问 那就不大 不然时间这样 矿持久的 不知道这样一个 遥远的话 当然我们的会议呢 产生出一个 成果这是必要的 也许小刚可以用文字 来简短的写一下 写一下的话呢 几个人讨论一下 看看能不能成为我们这个会议 最后形成的一个共识 或者是一个声明 一个statement这样的东西 对 嗯 还有那个 黑海 那个国内的朋友的问问是什么 国内朋友问问 是不是海德宁 因为现在这个 由于中共的这个挤压 压迫 是吧 使我们那个 资金上 还有人员上 发生了这个 这个增加的困难 他们问过这样的问题 好 从海外民运 在王炳章博士 启动在1980年的年初 1980年的初期 他从来对海外民运 就是非常的严厉的打击和挤压 从来没有受到过 只不过呢 只不过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大家觉得 有的时候轻一点 有的时候重一点 有的时候高潮一点 有的时候低潮一点 但是呢 他的这个做法本身 他的性质 他的目的 他的持续性 是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中断过的 那么现在为什么大家觉得 好像是海外民运又记录了低潮 然后又受到了很多的围剿 又受到了很多的责难 是因为现在呢 信息比以前更开放 而且呢 中共也比以前更活跃 他的做法呢 是比如说在2008年之前 他不提海外民运 他也不骂任何人 也不攻击谁 也不给什么人安罪名 然后呢 他也不去抹黑你 但是呢 从2008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呢 中共首次是进行一个 全国的三天的降半期的 一个季报活动 在第二天 他出了一个文件 叫做 衡量人性 什么 谁还记得啊 衡量人性 什么卑鄙的尺度啊 什么的 他点了六个人的名字 说呢 这六个人 借助于中国发生了 这么百年不遇的 大地震的时候 然后呢 攻击国家啊 然后配合海外保隆公啊 什么什么的 当时呢 是点了 李洪志 魏京生 武凡 王军涛 王丹和我 那个是 当时我看到这个东西呢 就感到 它是 已经是转 原来的手 为公了 那么这几年 那就这种情况 就太普遍了 海外活跃的 民运的朋友 可能 没被攻击的就没有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资源上呢 从来都是非常紧张 在八九 中共开枪造成六四屠杀事件之后的短期内 海外民运曾经得到过比较大的支持 但是那个时候呢 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 他们以为中共都敢用坦克机枪开枪杀人了 可以在大街上杀人了 可能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失去了 那么他的寿命可能会很短 所以呢 有一部分朋友当时是有点这种急躁的情绪 就快速的想结束共产党的这个统治 那么呢 在资金的应用上 也是有点大手大脚 包括开会 五星级酒店啊 然后就一去几百人啊 什么的 还有一个当时的民主女神号的船 把当时的那批资金的绝大部分消耗掉了 在这之后呢 我想在美国的一些项目是得到过一些支持的 比如说 劳改基金会啊 比如说 关上网站啊 就是这些项目 那么其他的这些团体行动 我们的活动 都是我们自己 像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的朋友 我想都可以直接是这个资金的 包括张建 是吧 那么我至少我在加拿大 我三十年 加年三十年 我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个政府国家机构基金会 没有得到过一块钱的资金 全部是我自己 但有的时候我们开会 比如说我们得到一点的会议的经费 那么在这的持住 是由这个会议主管者包了 有这种情况 那么其他的那些项目呢 都靠我们这些有心人去牵头去做去投入 那么我们在海外的运运 永远目标 就是成为国内运运的一个后援的 一个声援的这个角色 那么国内的人对我们呢 可能以前也有记忆过很多的期望 后来有很多的误会 后来呢有很多的责难 刚才我一打开我的那个脸 就有这个人看了就把海外运运 要是有希望就什么就怪了 但是这个不要紧 我们该做什么做事 您请 刚才那个 那位您叫什么 刘德军 刘德军 说那个海外民运是那个辅助性的力量 不是主力 是吧 然后你说我也说过 不是前锋力量 不是先锋力量 不是一线的 在海外是主力 在针对国内的变化是辅助力量 这个从人数上来说是这样 但是从作用上来说 我们要时刻准备好成为主力 因为主力有时候不一定是数量上最多的部队 我可以说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苏联和德国战场上的例子 当时苏军向德军的防线发动攻击的时候 它有两个就是攻击方向 一个是辅助性的 阳攻的方向 不是真正进攻的 真正进攻的是另一个方向 结果呢 阳攻发起以后 进展比较顺利 为了继续吸引德军 苏军部队迅速继续推进 然后那个主攻方向呢 已经有一部分德军主力被吸引过去 他发起进攻以后还是不得手 结果苏军指挥部 断然决定 把阳攻方向改为主攻方向 而原有的主攻方向 就让他作为阳攻方向 就是虽然攻击不得手 部队仍然不断攻击 吸引德军主力 然后那个阳攻方向呢 把那个坦克纵队啊什么的 全部调到那边去 向德军纵深通过 所以呢 我们在力量上 数量上 可能不具有主攻部队的优势 但是呢 有时候 雇军胜物的时候呢 不一定要有数量上的优势 只要精锐就行了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有军事思维 说的坦率点 我觉得大家没有平息 这也是无略 关键是人尽其才 力量尽其用 对 我对全民共证 全方位发挥我们的勇势 我对全民共证也提出过这样的评 我说你们搞这么大的运动 没有军事意识 不行 我们要看孙子兵法 谢谢 很多法国朋友 他们都在看孙子兵法的法文法 我们中国人应该看孙子兵法 谢谢 我呢 最后 我就自己 擅自做主 说几句 因为刚才吃饭的时候呢 我们 讨论了一个话题 就是 刚才也是 德军提了一下 然后黑海提了一下 就是暴力问题 这个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这样一个原则呢 是海外民运 从头到尾始终 遵循的一个 道义原则 那么呢 这几年呢 关于这个暴力革命 和暴力行为的 这种讨论越来越多 我就 借这个机会 把我自己的想法 我呢 前几天写过一个推文 正好 我就说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暴力 非暴力 抗暴的关系 我认为 在中共暴政之下 百姓所有的反抗 都是抗暴 不是主动的使用暴力 那么暴力与非暴力 其实在这一点上 是一个伪命题 那么第二呢 就是人类抗暴 是一个天然的权力 它不需要经过 任何部门机构 政权的赋予 也不需要批准 那么抗击独裁暴政 尤其是今天抗击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最盲苦的 最凶残的 中共独裁暴政 不仅是我们的 这个天然的权力 更是我们的责任 那中共是国家 恐怖主义政权 所以说呢 反抗中共的暴力统治 是我们的天然的正义性 在这些问题上呢 就特别是在 中国的老百姓当中呢 的的确确是要能够去辉煌 这样的一种认识 因为很多很多人在长达 将近70年的这种 严酷的暴力控制之下 尤其是强烈的洗脑之下呢 是有很多人都丧失了 这样的一种判断 是非和常识的能力 那么针对中共个体的行动 是怎么去算 刚才呢 因为这个罗先生不在 他跟我讨论了这个问题 还有后面那个谁 那个吴维先生 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他说如果说在警察当中 城管当中 那么如果是针对这些个人 应该怎么区别 如果是一个 他比较善良的 比较有人意的 这样的一个城管 警察 武警 他可能也比较 就比较 不那么 不那么肆无忌惮的 对他的对手使用暴力 所以说这些人受到抵抗 暴力抵抗的机会 本来也就少 但是呢 对于这些部门的个人 我还是认为 他是中共专制暴政的 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这个性质是一样的 那么呢 他们因为可能他们自己 不会成为那些 直接实施暴力恐怖手段的 那些个人 那么他们呢 当然也就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们受到的 狙击和对抗是少的 但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那个 我们都一直在说这个 杨家的这个案子 那么杨家他 打他是杀了几个 八个 他是六个 他杀了六个警察 那么显然这当中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当时 具体伤害他的那一个人 但是这些人 由于他们选择了 这样的一个职业 成为这个暴力国家政权当中的 一个工具 那么他们呢 应该知道 他们有在某一刻 可能会被一次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 所以说呢 小刚也好 还有那个宋教授也好 其实这两天都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去瓦解 他们的这种军心的问题 那么也应该让他们知道 他们这个身份本身 就会时时刻刻 尤其在民众的抗暴行动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他们是可能成为这个政权的牺牲品 他们是要为这个付出代价 那么再有呢 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 这个抗争行动是什么 因为在这一点上 这么多年啊 有过很多很多的这种 这争论讨论讨论 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行动 是针对可以协商 可以对谈 可以施压 可以破棄 就范的统治者 那么共产暴政 纳粹 法西斯 以及恐怖主义的这种权力呢 都不是普通的专制政权 而是极其邪恶残暴的政权 所以对于中共暴政 中国人必须要破除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红暴 使用有效的手段进行抗暴 因为抗暴是天然的权力 责任义务和正义之举 而且呢 中国老百姓实际上手上 所能够掌握的手段 是极其有限的 没有任何武器可以说 甚至现在我们知道 那个在新疆地区的所有的菜刀 都已经摔上了铁钛子 而且打上了他们的使用者的名字 和他们的身份证号 所以中国人没有首先 无故动用暴力的可能性 所有的抗暴 都是针对施加利他们人身的 这种暴力政权的 这样的一种反抗 而这种反抗 不但是正义的 是天然的 而且呢 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有的人呢 会在这个时候问我 说你自己为什么不暴 就炸了暴去 可能其他的朋友们 在宣传这个里面的时候 也会受到很样的责难 我说呢 抗暴是天然权利 用任何的手段抗暴 都是属正义的 并不是说只有暴力 人民的手段是极其有限的 关键的是 你要能够有能力 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准备 有这样的意识 去抗暴 去反抗暴力 三十多年来 三十年来 我以非暴力的方式 推动中国及相关 受恐怖主义统治地区的 这个人权民主自由的努力行动 是 虽然在形式上是非暴力 但是呢 我在理念上 我是认同暴力抵抗 这个呢 并没有什么冲突 我就简单的把我自己的想法 正好这个趁这个机会 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刚好我相信 呃特别是黑海在那做这个国内的 呃这个好像是什么群群 QQ群的 这个转播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有这方面的一些 呃七七八八的想法 小刚你举手是要 我 我想说一下 哦 那我就下去 我们后来说 可能给你调到后来说 我就想就是说 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人啊 就是我们要 要让西方知道 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 呃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这个组织啊 都举办这样的协训 我们是参加抗体也好 还是参加游行社会也好 我们要让 让西方知道中国发生的问题 我们如果说不发生的话 国内的消息根本上传送 传送不出来 共产党它不说得太严密了 然后 我们所有的这个西方的主流社会 还是觉得哎呀 中国的经济这么好 他只看到了片面 他看不到底层的人 一种生活状态 他也看不到这个中国的一些 呃 实质上发生的一些人道灾难也好 还是一些呃受残害的一些互语 和老人的一些生活状态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组织 多办理 其实呢 其实呢活动很多 其实需要很多的人参与 啊 并不是活动少 呃 说到这一点呢 我是特别要说一说这个玛丽女士啊 因为我看她是好多年了 而且知道她更多年了 现在把握这样的地方呢 就是她这样的人就特别珍贵 因为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来的时间短 啊 对不对 就算是长 也不可能是像当地人那样 那么呢 我们跟这个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领域啊 包括呃 政府啊 媒体啊 非政府团体啊 等等的 都需要一些桥梁 而这些桥梁呢 就正是像玛丽跟那个白教授这样的人 那么所以说呢 在欧洲 在法国 你们要最大限度的 请使用他们 因为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思维方式 他们的关系 所有这些 都是向反国社会去影响他们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而且呢 像玛丽喀不仅仅有这样的一个热情 有这样的一种 呃 仁义之心 她还特别的 这个智慧也很重要 因为呢 你不把对手看透了的话 你做也做不到点上 对吧 你只有把他看透了 你才知道最简洁的方式是怎么样到达你的目标 那么她在这一点上呢就是非常的突出 China Coalition 我们从2006年 呃 或者从1992年到现在 就是我们是呃 没有加拿大没有母族人的这个社团 就藏人的 维吾尔人的 法轮功的 呃 大陆民运的 然后当地这个大 大是国际的 还有原来有 理会的 有劳工的 我们所有这些团体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联盟呢 每一年跟加拿大 这个政府有 必能的会议 跟他们直接交换意见 告诉他们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立场 哪些政策哪些案件怎么发生的 等等等等 那他们呢 对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种责任 向我们反汇 2006年呢 我们在多伦多就成为了一个叫China Rights Network 也是就是同样的性质 因为多伦多是一个大的富士 我也很希望就是比如说在欧洲这边也形成这样的联盟 那么至少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上 大家完全可以是一吃喜怒 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这种损耗 以及互相之间的这种质重 还有说呢 在一起采取行动的时候 毫无疑问所有人都认同 就是你的力量 肯定要给你独立采取行动 要更加强劳力 而且针对当地政府进行流水的时候 也会被他们更加的看重 是 对就是 那就跟着我就把话筒就交给小刚吧 你就到前面来讲 你们就不可调理一下几句 这个是因为你讲的这个话题 因为刚才不是 我刚才在台上我做谁主持 平时我都不好讲 刚才这个 其实这个暴力非暴力问题呢 争论了差不多30年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必要太争论了 因为这是没完没了的 那么但是我有一点就说呢 不管你是主张暴力的 主张什么的 还主张非暴力的 关键是你要做 你要做你要按你的想法去做 那么刚才因为邓俊倩就讲到一些 其实好多朋友也在做什么 包括那个视频那边 里面里有一个李尔庆林的那个 主持人台语的 他做过几次的这个 推训 给我们做过推训啊 在在鲁山基地 就是关于出头进行对 最暴力抗争的啊 那么除了他们 他台湾毕竟跟大陆还是有一个区别 我们也要根据大陆情况 想我们能够做什么 那么有一个项目呢 我是说这本来应该讲 但我忘了这个 今天中午也没想起来了 就说 因为就是跟那个 宋教授讲的道理一样 怎么对他们这些统的这个 统治集团镇压机器 起了一些威慑 所以除了我昨天讲一下 我还有一个 在跟警方有讨论的过程 我这出面讲一下 就说呢 我们怎么样 实质性的打击 他们镇压 镇压的这个机器 我们可能动不了新建平 我们可能动不了王岐山 动不了什么 但是呢对于他们的这个镇压机器 我们可以起到一些威慑 比如说决定力 这个我们经常在网上看的一些警察 这个恶性 比如说有一个妇女 把小孩推倒了 然后过几天以后呢 就有网友呢 把这个警察的信息 这个打击人被他找到了 那么我们好处 好处一起讨论过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呢 有些也做一个项目 就是说 每发现 每发生这种恶性的时候 对于那些做恶的那些镇压机器的脚牙呢 我们发动网友呢 把他们的信息找出来了 公布出来 对他们进行一个威慑 然后呢 有些事情当着啊 我还要强调点 我跟盛雪呢 可能有点点不太一样啊 作为民主中国这些 作为我们这些列出的这些资源组织 我们这些组织的 在欺负国家操权组织材 都是不能够储藏暴力 这是一个肯定的意见 是不能够储藏暴力的啊 所以呢 这个做暴力的这些东西呢 你们谁去做 谁去说啊 你们去继续去做啊 这是你们的事情 这个事情 但是有些事情呢 可能会发现 我们有些朋友 去把这些作恶的这些人的 他们的一些情况 大家人肉出来 那么可能会国内有些朋友的 就他们 比如说 他们家门口 出现什么东西啊 有人能挣着石头 有人干嘛的哈 这倒是一个事情 但这跟我们可能有关系 是另外有朋友在去做的 有人在 甚至 我是有时候开发笑话 他有时候不小心 说出车祸 然后突然有人说 这是我弄的 所以这个也是 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不管你是主张暴力的 非暴力的 你去做 想出一些办法来 来实现 对他直接在这个暴力机器进行一个 呃 这个 威慑里面做 我要出发了 我做两句 就是他一会儿要 要交出一个 然后马上 接下来晚上呢 我在我所在的学校的课要上 所以我马上要出发了 我说几句 刚才我强调 我们明明要学习孙子兵法 就是要学习军事思维 刚才呢 小刚讲的在法国 是不允许提倡暴力的 我呢 这个也就是说 不是提倡暴力 像刚才我说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军队和苏联军队的作战方式 我们要借鉴 你看我们也不是搞军事 但是我们借鉴这个军事思维 然后呢 我们利用这个军事思维 对中共的斗争当中 我们可以更有灵活性 更有策略性 手段方法可以更多样化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我就来谈这节目 好 我现在跟大家谈一声讲 可能晚上要是下课来得及的话 我来看节目 要是晚的话 我就直接回家 谢谢 拜拜 谢谢孙教授 一会儿就哭一下 希望晚上来 晚上我们有晚会 1月节 在楼下 零层 怎么又谈上暴力 非暴力的这些事情 我们网络上很多 明天上 我记得那一次 我们在德国开会 他就说 假如我要有 我们要有 什么中国武装暴力 什么维权抗暴 实现中国民主共和 我要有这些能力 我就 我们就不谈什么和平比锈 最暴力 是因为没这能力 我们很多人 见血就军 一颗 基本的枪支使用都没有 像八九年的时候 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拿着枪去砸呀 刘老伯老师为什么去砸 不砸不行啊 因为我们就是说 有子弹都不会使用 实际上我们是好多都当过兵的 我们的多数都没有 没人会使用 而且见血就赢 你以为拿枪就杀人可以吗 既然不对 他不离着我们二百多米 他都不能开枪 那么我们应该是 我们明天的 应该是支持和平理性 非暴力还有不合作 然后是 也支持国内老百姓 为枪抗暴 因为从被逼迫成这样 自己抵抗一下 正常的 像法国似的 面对人民警察 也是有十分优秀 有一些这种事情 就像我们看到的 别的我们也做不到 另外一个呢 我们美国的 那个 吴威 吴老师又着了 吴老师你要 讲一讲你的这个著作 还有这样一点 然后我们欢迎一下 这个我们从美国来的 吴威老师 他做了很多 目作 之后是 你自己介绍一下 这些 这些 吴威老师 这些 吴威老师 各位你好 我叫吴威 从美国来 其实 我一直在 营运这个 层面上 是有很 很直接的一种感受 跟这个 活动 这个跟本身 人生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本身 是在 1908年出生 那个时候 我父母是 非国的华朝 解放后来回大陆 里面爱国 在 回去中国 支持中国的建设 那个时候 很多 有智的中国人 有知识的中国人 会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去为建设一个 新的中国 进行 贡献自己的努力 我出生之后 很奇怪 一个 特殊的 年轻 因为那个时候 1908年出生 大药剂 有中国人 中国有这个 饥荒 但是 广东 当然是 情况比较好 因为广东人都有这个 秋期 在香港 所以基本上 没有遇到 在生活上的 困难 但是呢 因为我跟我弟弟 是说茅胎 所以呢 那个时候 我也方便 回中国 资源建设 的 就法国 跟我弟弟 送到香港去 那个时候 我本身 才是 出生 没有到 三十天 所以呢 我虽然是在广州最深 但是呢 是在香港 长大 长大 这个 由于我们的 主父母 他 生活 是在香港的 一个 比较富裕的 家庭 甚至 家里是 香港 中华的 酒店 一个 三个人 第一家族 所以 我们小时候 见证了很多 富人 家庭 生活 家庭 这个 方式 这个 在 潜水湾 那时候 不再有钱的 富豪 住在潜水湾 那么附近的 这个 这个 邻居的 书人 都是 家里的 朋友 所以在 这个 每年的一些 职日 里面 就会 在很多 职会上面 可以体会到 这个 一些 交提 跟书人 生活的 那些人 跟那个 习惯 那些方式的 一个 职会 呃 但是呢 在那个 1966年 文化大革命战家 开始的时候啊 我父母 呃 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呃 要我 一个香港人 八岁的孩子 回去大物读书 那时候是 本身香港人是很 呃 有这个 习惯了 因为他们这个 呃 读书 开学之后呢 呃 比如暑假 你可以回香港去 呃 呃 休息啊 然后再来 那由于 呃 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啊 我上去之后 呃 有些政策的变化啊 所以不能 回到 呃 这个 香港的问题 所以在香港啊 就是一直 有很长的一个时间啊 就是 呃 生活 呃 所以 为什么啊 今天 本来这个 呃 张 呃 呃 张 呃 张 呃 呃 张先生呢 提出好一点 要我讲话 本来没有 这个打算 因为 呃 我这个 上次 来这里之前 这个 呃 张 先生呢 就说 哎 哎 你如果 来啊 我安排你讲话 但是呢 我是觉得 呃 这个 自己的家屎 啊 当然跟自己的 这个 后来工作啊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 讲出来啊 就本身有 啊 比较复杂的一个状况啊 就是说啊 主要来这里是 替大家分享 而不是讲自己的 呃 这个 一个经历 呃 但是呢 这个 其实昨天啊 张先生在提出啊 在我这个 分享一下的话 我想一下 就是说 呃 讲一下自己 为什么 呃 在那个时候 为什么 就开始 对这个 国家啊 就是说 共产党的 呃 呃 所作所为啊 一个很大的 个人的 呃 保留啊 跟那个 个人的这个 呃 看争啊 因为 如果啊 一个 他是在中国 土生土长的话 他可能不会 对这个 国家啊 政府的 做法 有这么大的一个 呃 抗拒啊 但是我们回去的时候 由于是 香港的学生 那个时候 我们文化大革命 看到了就是 呃 文化大革命的 那种杀人放火啊 那种对这个社会的破坏 还有就是说 这个 这个教育上面啊 啊 比如说说 啊 香港是一个臭党啊 啊 香港怎么黑暗啊 社会主义国家多好啊 其实就 由于我们 本身是从 香港回去 会知道 这个 本身的讲法啊 是 跟这个 现实有过关差距 所以呢 呃 从小啊 我们自己 就有很大的 这个内心的 增长 跟冲击 呃 而且对 我们 小时候不认识的 父母啊 突然间 八岁之后 回到大陆啊 呃 呃 跟这个 不认识的 父母重生 认识啊 本身也有感情方面的很大的 那个 呃 距离很大的 呃 所以 就是说 社会本身 不能自纳 接纳 家庭里面 由于他们的这个 这个 兄弟姐妹啊 呃 这个本身 大家的这个 不同环境的这个 呃 成长 本身也有很大的 这个 这个 呃 就是说 呃 我们本身就是 呃 我自己 由于穷 相反回到大陆 就是对这个 家庭 社会 本身 意思说有很多的 思想 很多的 增长 所以呢 看事情啊 跟大家会有这个 呃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 呃 这次啊 这个 后来啊 就是 呃 一直不输之后 经过很多 呃 努力才 呃 能够重新回到香港 那 这个过程啊 但是很辛苦 很多 呃 挑战啊 呃 我一直 呃 要回去香港 申请的八次 嗯 所以 呃 最终是由于 啊 好像那个时候就是 呃 没有绑名 就是没有到北京去 绑 绑 对吧 就是来争取自己的田医 但是呢 我们那时候啊 自己 才二十岁不到啊 已经写了很多很多信 给这个中央的 乔务办公司啊 廖生枝啊 省长啊 就要求啊 他们重新 这个样子 回到香港啊 啊 因为呃 甚至由于读书的原因 才上来 所以就是说呃 呃 整个过程就是说 呃 对于这个国家 对这个政权啊 呃 都有很多的这个 呃 看剧啊 就是说呃 呃 呃 正如大家现在现在讲啊 比如说香港之后啊 呃 呃 很多的这个呃 自己生活过程呢 的反思哈 跟大家的想法 有的时候也并不是完全一样啊 所以 有的时候 有人说 反共啊 呃 呃 跟民运 你是不是民运的人士 我说我不是 这个啊 民主运动啊 是一个呃 运动啊 我们本身啊 是一个局外人 没有这个 参与到这个运动 也不算是一个 运动里面的人士 但是呢 啊 你 有没有这个反共的这个情绪啊 反共的这个意识呢 反共的意识呢 我们本身当然对这个啊 政权啊 呃 呃 我们本身有自己的一个啊 呃 很有意志的一个选择啊 啊 当然在这个 我们的表达哈 哈 并不是完全一样 我是用我们的笔 我用我们的文字来表达啊 对这个国家啊 对这个政权 本身呢 哈 很多的这个 呃 哈 所以我本身呢就是 呃 是写作啊 是 呃 以小说故事的方式啊 去呃 呃 自己啊 呃 这么多年来啊 所受的经历 跟自己的观察 对这个 呃 大陆跟香港啊 或者台湾啊 不同的社会的环境啊 啊 本身啊 这个 呃 中国人的问题啊 自己 用 这个故事的形式 表达出来 所以 呃 今天没有什么准备哈 我们去 呃 去详细的去 耽误他的实践 看他有点 比较困倦哈 对修学的影响 哈哈哈 呃 今天 今天 就介绍到这里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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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老师 你讲两句 这个 我们欢迎白白教授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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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